羅曼輝舞蹈家是我們宜蘭的驕傲,也是台灣的驕傲 羅曼輝舞蹈家病逝於2006年的3月24號 所以我們宜蘭市將這一天定為羅曼輝日 本來我們在去年就有規劃要在今年的今天舉辦一些舞蹈的比賽或者是表演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一個影響,我們縮小規模 但是對羅曼輝舞蹈家老師的一個尊重,我們希望說不打成功 雖然規模較小,但是我們對老師的敬重 而且他對舞蹈藝術長期的貢獻付出,是我們很好的一個精神指標 也是現在很多舞蹈老師依循的一個方向 所以在屬於我們宜蘭台灣,有這麼好的一個驕傲傳統 我們認為要好好地來珍惜 我們看到羅曼輝老師他對舞蹈專精 尤其一些舞蹈師非常辛苦的一件工夫 每天的耐力、毅力要展現,才會有很好的成果 這也都是現在我們一些舞蹈界很好的一個指標 跟這個要學習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看到對於這段時間 我們也深怕我們對老師、對舞蹈家 他這一種付出的精神慢慢的滅亡 所以我們定於這一天才會定為曼輝日 我們希望說大家共同來對於老師的一個敬重 對舞蹈藝術的發展 大家可以傳承這種好精神指標 繼續在我們的藝術領域上面 舞蹈領域上面 大家共同來展現最大的一個心力 讓我們一個藝術城市、文化城市 可以在這個羅曼輝領導家、羅曼輝老師的一個精神指引之下 讓我們更能得到各界、甚至全國、全世界更高的一個認同 謝謝